我们看出的是个什么 三个顿 今天我第一次见到FUN之道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被您打您呼吸镜 印象非常深刻 迎着充满希望的绿色 我已经感觉到是什么了 实感成就梦想 CB挖掘机挖掘比赛凭实力 各位好 我是篮球挖掘机师傅 舒海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又一期的节目 这是我们本赛季CB挖掘机的第四期节目了 那么这一期呢 我们终于有一些升级 又请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嘉宾 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国篮球的著名的教练 也曾经是中国篮球和八一篮球的名将 范冰 范士党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欢迎范士党 然后呢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号称CB挖掘机的节目 终于请到了一位对挖掘机 真的很了解的嘉宾 这是一个在工程机械上的一个专业人士 然后同时据说也是一个20年的资深的球迷 让我们欢迎路面机械网的主编 冯卓老师 大家好 欢迎冯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今天偶像坐在您的左边 那个地方气场太强大 我就换到右边来了 有心的嘉宾 你怎么都位子都被人抢了 但是还给你留了一个座 就不错了 没给你办战票 好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环节呢 是要来回答上一期留下的一个盲盒问题 当时有一个叫嘉雷的同志 留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给今天的嘉宾们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问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以陶汉林和张宁第一阶段的表现 应不应该进国家队 应不应该 从目前来讲 这两位球员都非常优秀 那么具备了进入国家队的能力和实力 那么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就是说他俩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 那么作为陶汉林来讲 那么他相对讲会更成熟一些 那么他只是需要更加的要完善自己 另外张宁呢 他是个年轻球员 潜力无限 希望这个今后的国家队的这个队伍当中 有这两位球员的精彩表现 好 那么感谢范党对我们盲盒问题的一个解答 那么我们在正式开始今天聊天之前呢 还有一个本季的一个小游戏环节 就是我画你们猜你这个表情 你就猜不中 我跟你讲 你就画不对 不可能 好 我会快速的画出 今天一共就两道题目 看看大家的一个这个猜测的情况 就还是跟蓝球有关呗 有关有关有关 好 能看出这是个什么吗 三个字啊 三个字我提醒你们一下 三个字 我怀疑 这个题目您给范党看就够了 对啊 好 请大家两题版 你看了就是我能画最棒 因为这个我是CB第一个戴 真的 你这是第一个 对对 今天我第一次见到范党知道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对您打您护目镜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 对好 那既然三位都答对了第一题 第二题就很关键 答对的就能赢了 好了 划完了 这是跟篮球相关的 只是一个表达方式的不同 篮球相关的 篮球相关的 请各位 两题版 是吧 你看 当我故意画的比较歪了以后 磁铁吸引包夹 你这个也是个想法 对 看到你的磁铁 对 但是我说的是三个字 这个没提清楚 你呢 篮球场上跟磁铁有关的 就剩它了 不是有那个磁铁的钮 然后来代替球员 对吧 只有这个东西了 你看当高教练的人就知道 就是正负值 正负值吗 广东啊 那么我们再结束了 我画他们猜的这个小环节之后 要进入今天正式的讨论了 那我们在今年呢 听说了一个新的词汇 叫做中国篮球的人才库 然后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人才库 作为华队球员的选择的一个池子 就是得先进到人才库里头 才能作为球员 被选进华队大名单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新生的事物 我想问一下 范儿岛对于这个事 到底实际上是怎么看待的呢 从目前体育总局 搞这个人才数据库啊 主要是还是要把全国的 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 年轻的优秀的人才 放到这个人才库当中 对 为更好的体系 清晋体系啊 去培训人才 那么为国家输送人才 而做准备 就这个人才库呢 现在的机制是这样的 就是他通过球员们在过去一两个赛季之中 在CBA联赛的表现 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VORP的这个数值的累积啊 然后选择一共总计是45名球员 那这个人才库呢 现在是一个45加2加3 这个加2呢 就是因为防止有效 受到一些重伤的球员 还有三个名额呢 就是有的可能 额圈没有打CBA联赛 它是在海外来发展效力的 总共45加2加3 就是50个名额 当然了我会觉得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三个名额 如果咱们海外真然多了 那这个名额是不是可能就不够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可调整之处 但是无论如何呢 它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和思路呢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风转老师 那就是比如说像 能不能用您的行业当中 给我们做一个比方 什么样的方式是您觉得可以 更健康的 更持续的去发展这个行业的呢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 我们工程机械行业 在有关部门现在要求 12月就今年12月1号开始 就是所有厂家就必须要生产 国四的四阶段的排放 之前的国三都不准再生产了 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 碳达峰 碳中和 因为工程机械是一个高排放的 所以从国家的层面 就要要求我们工程机械企业 向更高阶段的排放去做努力 所以从制度层面去约束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程机械企业 都在去响应这个号召 因为这也是为我们 整个社会做贡献的 我们行业媒体 我们也有关注到 其实像我们全球工程机械的龙头 像卡特比勒 在国四新产品的推出上 就响应得非常快速 其实从我们的理解来 之所以它能这么快 其实就是因为 其实在欧美2007年 就已经进入到四阶段的排放 然后其实像卡特比勒 因为它是全球化的公司 它在全球有大概十几万台 甚至是几十万台设备 累积运行了数亿小时的 就是我们叫做四阶段 所以中国政府号召 我们出了这个四阶段排放之后 其实它快速响应 并且出了一系列的新产品 包括很多的黑科技产品 另外就是像卡特比勒 它也一直在进行 我们叫可持续发展战略 因为它每年会出一个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报告 所以说不管是四阶段 还是未来更高阶段 它们都在去积极响应 而且很快速地去响应这个 其实刚刚这个冯尔 跟我们打这个比方 我们觉得还是挺生动形象的 其实不光是这个工程机械 各行各业都在去号召 要能够更加节能高效地 去进行这个运转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范尔导算是作为 咱们培养青年球员的专业 因为范尔导在国心 也很长的时间 您觉得咱们现在育人的 培养人才的 然后让中文球得到发展的 更加高效的方式 是什么样的呢 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是 轻信的这个梯队建设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人才库 就是为了梯队建设 而做图垫 那么他们让这些孩子 只要是能发现的苗子 都应该放到这里边 它只要是为了更好的 为国家对付 为联赛服务 那么这样的话 让孩子更多地 要去走向国际化 我们不能关门造车 这样的话让孩子更多地 打这种国际比赛 那么这样的话 对孩子的这个国际化的事业 国际化的对抗 国际化的这个经验积累 包括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 那么逐渐地再提升 那么更好地为国家队 去背书成才 好 那我们进到下一个小环节 因为我们挖这个节目 已经是第三集了 一集以来也受到了 很多网友朋友的喜爱 但是他们也留下了一些 很有针对性的 很尖锐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 那请大家都听一下 就是和亚洲杯时候的 中国阅的比赛相比 最近看市民下的比赛 还是一种痛苦吗 我觉得亚洲杯更痛苦一些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使不上劲 那个理想很大 那个并劲要是一上来 那这完了 这真是受不了 这场上喘叫就喘不过来 对 你看明显感觉 他连在里面不是这样的 那他为什么这样 那真身体不行 那这个痛苦就是 第一 你这个球看的确实不顺 第二 你明知道 他现在身体上 有这个感觉的使不上劲 你还挺心疼的 那你这次去 就没这个问题了 那换上了 换上还是您觉得 这些没有什么痛苦 那赢了就行 应该说痛病快乐 以前看着也确实是看着着急 但是这次看着 他们虽然是痛病快乐的 但是总体来讲 结果还是不错的 总体来讲 这次这个比赛 我看到这个年轻人 他的这种朝气 他这种血性还是不错的 那么能力 先抛开了一边 但是我们这种顽强的拼搏精神 还是值得去传承下去 那方尔作为一个 可能您比较偏球迷的立场 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亚洲杯 还是看起来更痛苦一些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看黎巴嫩的比赛 我就是差点要跪着看了 最后是个费难机 那这次世界杯预选赛 因为我心里感觉是肯定能赢的 所以我带着这个心态去看 哪怕是最后打得很胶着 但是最后因为结果也赢了 所以正符合我的预期 好 到了我们今天的实干上场环节 发现到冯老师 现在在你们面前的 是卡特比勒的一台挖掘机 当然这是一个模型 然后咱们可以通过这个遥控器 来操作它上面的所有的可动的关节 然后就通过这个铲子 把这个小球给挖出来 给放进这辆矿卡当中 谁放的球数量多 谁就赢得咱们这个比赛 那输了的人是有惩罚的 所以呢 请好伪劳 认真参与比赛 争取获得胜利 可以 很好 动牌了 从侧面往里放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对 三个五 非常厉害 平纪录 有球了 可以起 可以 可以起 坏了 坏了 宣高 范儿的 一干比一 三比一 还是范子嫂厉害 还是手上有准的朋友赢了 那 范儿 对不起 这个惩罚今天就给你承受了 想什么 你猜猜这是什么 这上面还写着卡特比勒 那当然了 这是我们卡特比勒新推出的一个随身携带的炸汁杯 这是炸汁用的 里边是一个绿色的炸完了的物体 不是猕猴头汁吗 有可能 你尝一尝 有惊喜 今天的惩罚环节就是你一饮而尽以后 我们今天有一句口号叫实干成就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打开这鲜艳的粉色 然后迎着充满希望的绿色 我已经感觉到是什么了 同儿的眼睛已经瞪圆了 把我一年的苦瓜都吃完了 苦瓜汁啊 这是谁想出来的 卡特比勒 好吧 接受 记得你的词 实干成就梦想 服务传递价值 你看 不影响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基本上到了尾声的环节了 最后还要请范儿道给我们下期的嘉宾留一个盲盒问题 今天您也回答了一个 然后您再给下期嘉宾也留一个这样的问题 然后来考考他们 新一届的国家男兰名单12人 请下一届的朋友先预测一下 下一期嘉宾是谁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反正这个问题我就很期待答案 跟我待见 好 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本期的CBA挖掘机的节目 我是篮球挖掘机师虎树海 欢迎下期继续关注我们 我们一起用实干成就梦想